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有在用精油的同学啊 一定都有听过乳香这支精油吧 今天这部影片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支流传千年的乳香精油 乳香精油啊 它因为萃取自树脂 所以乳香名字的由来呢 就是因为它乳香木的树脂 是雪白的乳状颜色 所以就叫做乳香 那么比较常见的乳香精油呢 有分为两种 分别是阿拉伯乳香以及印度乳香 乳香呢 无论是在西方的圣经 或者是古埃及里面 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以及浓厚的宗教色彩哦 所以乳香它也被称为叫做神的眼泪 因为人们呢 也很相信呢 透过乳香的熏香 可以跟上帝以及神明去做沟通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线 跟神去做亲近 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所以通常我们在拜拜 或者是祭祀的时候 会用乳香来做熏香 在考古学呢 也发现了法老王的坟墓当中呢 有密封的罐子 那这个密封的罐子打开之后 经过分析就发现 其实里面就是乳香 所以乳香呢 可以说是最亲近神的一种精油 以及香气 那么乳香到底有什么神奇呢 可以流传千年 甚至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三个宝物 其中一个就是乳香 首先呢 阿拉伯乳香 可以说是跟神最亲近的精油 一点都不为过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二贴类化合物 那么这个二贴类化合物呢 对人体的神经元受体 叫做TRPV3 这个神经元受体呢 有激励的效果 因此在法国的医学方疗运用上呢 针对忧郁症 阿拉伯乳香的运用呢 可以说是最高等级 有四个加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在几千年前 埃及艳后啊 就已经知道用乳香来当保养品 而在几千年之后的现在 阿拉伯乳香已经被证实了 它里面含有可以激励 胶原蛋白1的一个成分 因此呢 它有很好的一个减少皱纹的一个功效 甚至呢 它针对一些脂肉型皮肤炎的人呢 它也可以有减少皮脂分泌的一个功效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是因为阿拉伯乳香 有很好的激励免疫力的一个效果 以及修复的效果 它里面有很丰富的派锡 所以针对免疫力很薄弱的人呢 除了可以激励免疫力之外呢 若是有轻微的发炎的一些症状 阿拉伯乳香精油就会像乳香树被刮一刀之后 它会自动分泌出一些树脂 来修复自己的伤口一样的 来修复我们的发炎的部位 那么阿拉伯乳香怎么用呢 首先啊 如果是忧郁症 或者是神经相关问题的一个使用方法呢 我比较建议是使用阿拉伯乳香的一个纯精油呢 直接用扩香仪来做扩香 这样的活性分子呢 可以借着上一篇我们所说的这个嗅觉疗法 来快速进入我们的大脑皮质 达到修复神经的一个效果哦 我们可以设定一天里面至少有两次的扩香 一次呢至少扩香两个小时 这样呢 除了可以修复我们的神经 也同时可以激励我们的免疫系统 如果要使用阿拉伯乳香来脸部保养 我通常会使用渗透力最好的实力油 实力的植物油呢 它加上千分之三比例的阿拉伯乳香 再加上千分之二比例的罗马洋柑橘 调成一瓶抗皱的一个调和油 然后早晚来包养使用 注意哦为什么比例是千分之多少呢 而不是百分之多少呢 因为呀我们脸部的皮肤就里面也含有一个纤维母细胞 如果剂量太高会让纤维母细胞呢 有神经毒性而死亡 反而对我们的皮肤有反效果哦 另外啊 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阿拉伯乳香是最接近神的精油 因此如果要调一瓶冥想配方的精油来扩香的话 我们可以用九末的阿拉伯乳香 再加上一末的桂花圆精 或者是九末的阿拉伯乳香 再搭配一末的檀香精油 加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气味呢 都有很好的冥想放松的一个效果哦 好啦 今天的分享 有没有让你更认识阿拉伯乳香呢 在底下留言给我 让我知道你更想知道什么样的精油呢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按赞分享哦 让我们一同开启疗愈的方向生活 我是Mavis 我们下次见咯 感谢观看